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人生總是充滿序域多的意外 我覺得相遇是一種奇妙的感覺 記得第一次與朝代畫廊相遇 是在一個旅店的案子上 之後才展開一系列的合作 朝代畫廊一直很給新人機會的畫廊 一直以來我都很感謝他 老師說我們不是愛你說話 那希望我們把我們說話變成是畫作 讓更多人可以從作品當中更了解我們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偶然的狀況之下 在新一路的一個設計型的旅店裡面的櫥窗 發覺到林宜慶的一個創作品 我乍看之下就覺得非常的驚奇 台灣有這樣一個饒富創意的年輕藝術家 能夠創造出這樣豐富動人 而且想像力非常廣泛的一種藝術作品 我們慢慢地找尋到林育慶 以及魏姓瑜的一個蹤跡 林育慶和魏姓瑜他們的作品不同於其他藝術家的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就是 他們從作品裡面的一種生命力 以及他的這種力量呢 是從他的一個線條以及色彩裡面去組成 他的顏色以及他的線條是非常乾淨滴落 而不脫泥帶水 他不能畫錯 因為他是紙上作品的 而且他是用帶針筆以及水性顏料去完成他的作品 所以說在他的一個畫面組成以及顏色搭配上面 他們必須先在腦海中先去構思好先去架構好 他要怎麼去做 或者是在旁邊先去實驗 去產生出他繽紛以及亮麗的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其實我們認識差不多快十年了 那十年當中我們就是一直都在創作 那因為但是他是屬於一個步調比較慢的人 但我是一個很執照啊 一下子就會想很多人 雖然說我們兩個個性是不一樣 但是呢我們就可以看為了一件事情 相同的事情的感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那在創作當中呢我覺得我們兩個呢 覺得信任跟溝通是在我們創作當中最重要的要素 對我們來說創作其實是很敏感的 我們喜歡在日常找尋一點樂趣 喜歡享受與日外相遇所創造出來的有趣故事 單純只是想要創造出我們所想像的世界這樣而已 他們除了在每個畫面每個作品裡面的畫面編排的不同 又加入在各個作品之中有趣卻又相同的一種元素 比如說像裡面的這種小人 或者是在某幾件作品會出現的水母 或者是在某幾件作品會出現的五角星 他們這些作品在創構他們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個世界價值觀的時候呢 卻又能夠像系列作品能夠這樣接貫而成 所以說他們在創造這樣子所謂的一個3D世界的時候 又透過時間這樣一個第四圍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穿插著他的整個系列的一個作品 其實這一系列的作品當中我喜歡用圓下去做詮釋 因為我覺得圓呢充滿了時間感跟空間感 那其實在畫作當中呢也出現很多小小人 然後他其實個性是屬貓咪 那因為我覺得屬貓咪呢 他就是屬於感覺好像蒙個頭 他就可以很安全盤踞在自己的地盤上面 那我們想要創作出來呢 其實就是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不安全感與逃避 藉由這個觀念創造出我們的童話世界 他們在創作作品的時候 彷彿是在創造一個屬於他們自己 然後還種著一種想像的潰立的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因此我們覺得他們在說這樣子的一個故事的時候 同時呢也是編譜出一個屬於 也許是小孩也許是大人 但是一定是有共鳴的人他能夠去理解的樣子的一個 想像的一個奇幻世界 曹代畫廊跟林渝慶和魏信渝他們這個藝術家團體呢 一起合作到現在已經將近六個年同 從2008年到2014年 這一段期間呢我們不斷地去 將他們的作品推到 大型的國際藝術博覽會裡面 那這一次在台北藝術博覽會去做各展的展出呢 我們發現到有將近90%以上的藏家都是西面孔 那也就是證明了說他們的作品是不斷地能夠被 許多的人群被許多的人們然後真正的去喜愛去收藏 這個 你看這個裡面 柚子園牆壁應該把這個放大 你們乾脆開個柚子園算 希望啊我們這樣拋磚領域啦 對台灣的畫廊代理了台灣優秀的藝術家 然後呢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根本的基礎以後呢 然後能夠遠征國際 讓他們呢發光發熱 畫家藝術家與畫廊同步成長 也算是我們藝術產業很完整的一個發展 非常謝謝喬戴畫廊 不斷地將我們的作品帶往國際展出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說出我們的故事 然後也謝謝大家 能夠一起進入到我們的期望國度裡面 希望之後我們能有更好的作品 與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